欢迎收看百秒AI报 我是您的AI主播戴依林 先来关注第一则新闻 前首相纳吉针对一马公司案的道歉论掀起千层浪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认为 纳吉的道歉没有意义 因为无论他是否道歉 犯罪就是犯罪 纳吉被判有罪是事实 而首相安华昨晚在一场活动上 也为自己欢迎纳吉道歉的言论辩护 他强调作为首相 他不能无理地拒绝他人的道歉 还有三天就是徒邀节了 对此政府宣布从明天星期二凌晨12点01分开始到后天星期三深夜11点59分为期两天全国大道免费通行 工程部透露政府将承担大约3800万令吉的费用 而大道局也预测在徒邀节假期前后主要高速大道每日车流量将达到262万辆 请民众做好出行准备 日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 只获得215席 丢失国会控制权是15年来最差表现 但是日本首相石破茂却强调 他有意继续执政 且不排除会跟其他政党结盟保住政权 不过作为选举大赢家的历线民主党党魁也田家彦 也同样表明要争夺首相宝座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国内外资讯锁定今晚八点最热报